这部恐怖片绝对堪称无数90后的童年阴影 甚至有人看完这部电影后连续做了整整一个月的噩梦 如果你胆子小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这天 交警国强和往常一样值班 眼看再过个几分钟就能打卡下班 这是一辆小车驶了过来 国强定睛一看 发现对方没系安全带 便给他开了张罚单 男人似乎有什么急事 拿了罚单后便急急忙忙地开车离开 谁知刚开出没几米 男人又被国强喊住 原因是车尾的照明灯坏了 国强也是个倔脾气 今儿个照明灯修不好 你就甭想离开 男人无奈地去车里翻找工具 就在男人一转身的功夫 国强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车怎么漏油了呢 他上手一摸才发现漏的不是油 而是血 国强心中这时万马奔腾 看了看男人还在找工具 于是国强悄悄打开了后备箱 眼前的一幕却让国强彻底惊呆了 后备箱里赫然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女尸 国强意识到自己是碰上了杀人犯 正准备掏枪 结果还是慢了一步 国强身中竖枪瘫倒在地 眼看男人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关键时刻 后备箱的那具无名女士静坐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二人 诡异的一幕让二人都乱在了原地 趁此时机 国强迅速捡起地上的枪击毙了男人 事后 国强将事情的经过如实地汇报上司 可是谁会相信这种事情的发生呢 上司想要他更改口供 毕竟这种灵异之事实在无法服众 可国强是个实诚人 无论上司怎么说 他都不肯改口 上司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最后决定将他调到杂物客 国强本以为这是上级对自己的惩罚 可接下来发生的是彻底打破了他的认知 谁能想到 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杂物客 实则是专门处理民间发生的灵异事件 上任的第一天 新上司就再三告诫国强 一定要记住他们杂物客的第一条戒令 世界上是没有鬼的 国强百思不得其解 他明明记得不久前亲眼看到了鬼 他只好压下心底的疑惑 和上司一起去执行任务 此次前来报案的是一名有永池的管理员 就在几天前 永池淹死了一位八岁的小女孩 自那以后 晚上永池就会时常传来小女孩恐怖的哭声 国强下意识猜测这种情况应该是鬼怪作祟 可上司听后却一口否定了他 并在三强调世界上没有鬼 于是不服气的国强决定独自前往永池一探究竟 这个男人胆子有多大 深夜独自一人来到淹死过人的游泳池 只为了证明世界上有鬼存在 此时的永池再次响起了恐怖的哭声 国强寻着声源来到了下水道的入口 他刚蹲下来 就看到了几双凭空出现的大长腿 国强意识到情况不妙 当即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拔腿就跑 正当国强准备松口气时 一个转头就看到不远处披头散发的女孩 女孩的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妈妈带我回家 国强被吓得魂飞魄散 好不容易摆脱女鬼的追击 才发现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这天杂物科再次接到了一个任务 据报案的老大爷说 他摆放在家里的物件时常会莫名失窃 老大爷用尽了各种方法 始终抓不到偷东西的毛贼 东西就好像是凭空消失的一样 说着说着 迎面走来的女人 当场表演起了翻白眼 经验丰富的上司一看就知道女人这是鬼上身 随即大喊一声开枪 国强也反应了鬼 可眼前站着的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国强只好站着 微微地避开女人的要害开枪 可女人却像是打不死的小强 不断朝着国强靠近 眼看女人即将触碰到国强 国强终于对准女人的头扣动了扳机 看着女人阴声倒下 国强也愣在原地 上司见状 选择对国强坦白这一切 他告诉国强 之前他所说的世界上没有鬼只不过是个美好的谎言 他们杂物科存在的目的就是解决掉那些躲在暗处的东西 来维持这个美好的谎言 避免引起大家的恐慌 好在他们目前遇到的那几个都是地腹灵 只会在他们留恋的地方出现 所以危害并不大 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像病毒一样通过肢体接触就能附身于人的鬼魂 他们可以随时抽离 但那些被附身过的人就会变得吃傻 上司告诉国强 一旦发现被鬼附身的人不要犹豫直接开枪 听完上司的一番话 国强久久不能释怀 他一直以为当警察是为了保护别人 结果他却成为一位柜子手 突然间 国强感觉肩上的担子变得无比沉重 随着死在他枪下的鬼魂越来越多 国强整个人也开始变得神经兮兮 与此同时 城市内又接连发生了两起诡异的自杀案件 其中一位以一种高难度的姿势上吊自杀 另一位则是淹死在家里的鱼缸之中 听起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所有人都认为这属于他杀 只有国强和上司确认无疑二人是被鬼附身才导致的死亡 就在这时 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通过调查 死者生前拨通的最后一通电话 他们发现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竟是不久前国强在停车场枪杀的杀人范莱福 国强也反应过来 莱福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自己 那么接下来 莱福肯定会对自己的家人下手 想到这儿 国强迅速赶往女友所在的学校 注意看 几个女孩将各自的头发绑在一起 手牵手站在楼顶上 随着带头的女孩一个纵月 这些女孩们就像下饺子一样纷纷坠楼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国强匆匆赶到女友所在的学校 果不其然 莱福的鬼魂就在这里 莱福借助鬼魂的优势 来回穿梭在同学们之间 被他附身过的人也随即变得吃傻 国强倒是想开枪 但看到目标对象都是祖国的花朵 国强还是很不下心来 趁此时机莱福迅速开溜 当国强再次追上莱福时 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只见被莱福附身的女孩朝着国强诡异一笑 随后便毫不犹豫从万丈高楼一跃而下 女孩们的尸体血淋淋地堆在一起 场面看起来十分触目惊心 这时 一个女警官走上前来查看情况 谁知刚把手放上去 就被莱福钻了空子 莱福操控着女警官的身体 将一旁碍事的同事随手击毙 又从众人眼皮子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 国强好不容易发现了莱福的行踪 可刚一赶到 就见莱福当着他的面 劫持下了一名孕妇 国强蹲下查看孕妇的情况的同时 身后一道黑影用枪抵住了他的头 瞅准时机准备反杀一波 结果又被匆匆赶来的警察 按在了地上摩擦 最终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莱福潇洒离去 莱福的报复并没有就此终止 很快他又杀掉了国强的好多同事 并且猖狂地留下线索 引导国强和上司前来 根据莱福留下的地址 两人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工厂 这将是他们跟莱福决意死战的地方 在此之前两人约定 不管进来的是谁 他们都得直接开枪 可当上司看到莱人近视自己的前妻后 他顿时慌了神 看到国强掏枪的动作 他连忙上前阻止 见国强不为所动 上司决定跟前妻跳一支舞来证明 他并没有被莱福附身 这是什么鬼逻辑 谁知下一秒变故突生 正所谓杀人诛心 国强清楚地知道 莱福这是在逼他亲手杀死自己 并肩作战的战友 可他没有选择 随着一声枪响 一切也都尘埃落定 可这一切真的就结束了吗 反转来了 其实早在事前 莱福就上了国强的身 不管是国强的同事还是上司 都是莱福借着国强的手给干掉的 看到这儿 可能会有人问 那之前看到的场景又该怎么解释呢 原来之前我们看到的一切 都是国强编造出来的口供 现如今知情人士全部遇害 莱福也将借着国强的身体继续逍遥法外 这部电影是为数不多恶鬼活到最后的电影 有益于其他恐怖电影 还有恐怖电影中很少出现的剧情反转形式 让这部电影出彩不舍 我是大子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收藏评论转发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